那么木剑联就飞到那个国土去了 就躺在看到一条路 很平坦很光滑 他也累了躺在这个路中央 结果没想到那不是条路 是什么呢 是这个大僧国的那些众生 他们用的碗 这个碗的边缘 他睡到这上面去了 他以为是一条路 那么大僧国有个 当时有佛在讲法 大僧佛跟弟子们讲法 弟子们一看 这哪来的小虫 长得跟人一样 在这个碗坡上 碗坡的边缘上睡觉 结果佛呢 大僧佛对他的弟子们讲 你不要瞧不起这个人 这个人是娑婆世纪释迦摩尼佛 坐下神通第一的木剑联尊者 他要测读佛的音量有多大 所以他飞到这来了 但是呢 他还是听到佛的讲法 好像跟他耳边讲一样 这时候木剑联呢 被这声音吵醒了 知道已经来了这个大僧佛果 然后呢 他因为还是听到 释迦摩尼佛的声音呢 他对大僧佛来说了 他说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佛的声音呢 真的是变虚空乏界了 大僧佛告诉他 是啊 佛的声音呢 没有远近之分 远近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一个心目中的一个空间概念 实际上你看爱因斯坦用相对论都证明了 时间和空间都是假象 不是真的 你的远近是空间的那种象 那个象是假的 实际上没有远近 没有去来 也没有时间 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都是同时存在 那木剑联呢 他没到这个境界吗 所以他不了解啊 佛在经上已经讲了很多了 但是他不能体会 他要测试佛的声音 他忘了 这声音呢 是从自信发出来的 自信便一切处 不来不去 不来不去 所以他无论跑到哪里 在宇宙任何一个角落 听到声音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就好像佛在他耳边说话一样 那木剑联他这个使用神通啊 到了大圣果 他飞不回去了 他就向大圣佛求救 求救了 我怎么回去 大圣佛告诉他 你呀 就念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就能回到 你这个佛的坐下 那木连就合掌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哎 立即就回到释迦摩尼佛坐下了 这也证明 不来不去 只要你这念头一动 你可以啊 是身体到宇宙的另外一个角落 这是我们人的本能 这种神通啊 木剑联这神通不算什么了 我们本能就跟佛一样 这是讲木连欲穷佛生的这个故事 就是他不是佛的境界 他真的不能够理解 所以他还打这个妄想 要去测试佛的声音 英尺遇见佛顶 这个也是个故事 在大宝集经里头 英尺是一位菩萨 他的名号叫英尺 那么根据经上记载呢 这位菩萨是在怀调世界 不是在苏佛世界 在另外他方国土 那么这位菩萨 他神通广大 他能够游行于诸世界中 所以他从怀调世界 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来顶礼 供养 释迦摩尼佛 那么当他 这个顶礼完毕之后 英尺菩萨呢 心里就动了个念头 想到释迦摩尼佛的身 到底有多高 我想来量多量多 所以他自己就用神通力 使自己的身体 一下变得很高 有多高呢 三百三十六万里 那么高 绝对是冲出地球了 三百三十六万里 结果呢 他看到啊 释迦摩尼佛的身呢 随着他增高的更高 有五百四十三万兆 该二万亿里 这单位是天文素质 这该是一万万 你看二万亿 是单位 前面是五百四十三万 还有兆 兆啊 万亿是兆 五百四十三万乘上万亿 再乘上万万 再乘上二万亿 这么大的一个礼数 这是如来生相 那菩萨身在这样的一个身比起来 就很渺小了 结果呢 因此菩萨 无论用多大的神通 想要看了 释迦摩尼佛的佛顶 啊 就没有办法 嗯 这个佛身呢 他感觉到是身高长 是千亿载 江河杀佛图 那是这个天文数字了 没办法形容这么高大 这都是比喻什么呢 菩萨的境界 比不上佛 所以啊 无论用什么样的能耐 他都没办法看到佛顶 所以这里讲的 何处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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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木剑莲讲的 何处左眼 是对英尺菩萨讲的 他眼看不到佛顶 这都是讲什么呢 做弟子的 不知老师的境界 所以 他没办法体会 那么这个原因 没有别的 就是因为妄想分别之种 障碍了本性的德能 人人本性啊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这释迦摩尼佛说的 每一个人跟佛一样 也是神通广大 这个神通广大是自然的 原来本来就有的能力 只是被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之作障碍住 你放下了 你就恢复了 江谦先生有一个补助 他讲 读华言经文殊菩萨进行品 便知此意 这个是文殊菩萨的教诲 在进行品里面 进行品是八十华言里面 第十一品 许多人读华言经 是读华言三品 华言经很长啊 总共三十九品 那么很多人呢 抽出三品 一个进行品 一个凡行品 一个是普贤行愿品 那么进行品 很多人也在读 那么读了这一品经文 我们就能够了解 福子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 菩萨 与在家出家 行住坐卧 坐直与墨 乃至着意饭食 惯喜便利 一切时间念念不离众生 愿其消除障碍 成就菩提 这进行品 讲什么呢 讲菩萨的生活 一天的生活 非常平常的生活 不管是在家的身份 还是出家身份 他一天所干的 行住坐卧 坐直与墨 穿衣吃饭 甚至大小便 念念 都不离众生 你看这里面有经文 吃饭的时候 若饭时时 当愿众生 禅月为时 法喜充满 吃完饭之后 若饭时气 当愿众生 所作皆伴 具足佛法 这是穿衣吃饭的 惯喜便利也是 大小便 大小便的时候 大小便时 当愿众生 弃贪 吃 捐除 罪法 希望众生 都能放下 贪 吃 就好像 把大小便 排掉一样 那是污染 那是罪法 大小便 大小便完了之后 洗手 也是 以水 灌涨 当愿众生 得清净手 受持佛法 佛法是觉悟之法 我们用清净手受持 那就代表 我们要用清净心来 接受 念念都想着众生 让众生能够 破迷开悟 消除业障 成就菩提 这众生 也包括自己 什么是众生 众缘合合而生起的现象 都叫众生 那我自己也是 众缘合合而生 我也是众生 所有的生命 有情生命 乃至无情众生 都是众生 他们怎么成就菩提 我成就菩提了 他们也成就菩提了 《华言经》上讲的 情与无情 同源种至 这是菩萨的 他的所念 他的存心 底下又说 故孔子曰 我无形而不语 二三子者 今有大事 与我同行同住 同坐同卧 同视同听 同言同动 无形不语 乃至永皆相随 而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密之不可得 是何也 心也 佛也 一也 二也 不可为一 不可为二也 这里面讲的很有禅味了 进行品里面讲 菩萨的生活 念念 不离众生 不离众生 菩萨 众生无边 誓愿度 烦恼 无尽 誓愿段 法门 无量 誓愿学 佛道 无上 誓愿成 他念念 都不离 四红誓愿 也就是念念 不离 菩提 念念 趋向 真心 本性 那孔子这里讲的 五无行而不予 二三之者 这个行是包括 坐纸 羽莫 行住坐卧 一切的行为 不离二三子 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 这些行为 都是在教学 那么现在有个大师 谁是大师 佛才成为大师 那这个大师 与我同行同住 同坐同卧 同视同听 同言同动 无行不语 他跟我 总在一起 永结相随 没有离开过我的 这是什么呢 这个佛 不是别的佛 是自信佛 他就是讲自信 自信在哪儿 无处不在 总跟我在一起 没有一丝 一丝毫的间隔 也没有一刻 离开过我 这个跟中庸里面讲的 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 可离非道也 意思是一样 那佛法里面讲的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六根是讲我们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的人体的器官 感知 这个器官 感知器官 这是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什么意思呢 讲六根对六尘境界的时候 只要我们不生染污 这个清净本性 就立刻显现 立刻显发出来 所以自信在哪儿 就在你六根门头 只要在你见色闻生 接触六尘境界的当下 不要起妄想分别之中 它就放光动地 那是信得启用 一起妄想分别执着了 那这个自信啊 就不显了 是被妄想分别执着 给埋没掉了 这叫染污 那此时是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了 逆之不可得了 它被盖付出了 看看不到了 虽然看不到 它还在 只是你眼睛被障碍住 就像孔子的弟子 明明天天看着老师 就看不到老师的境界 被障碍住了 那这里呢 夫子讲 他是什么 他不离道 这个大师啊 就是指道 自信佛 圣人 他见到自信佛了 就在这个行住坐卧当下 就见到佛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当下就见到佛 那凡人看不见就看不见了 有障碍了 所以这里问 是何也 那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呢 心也 佛也 这是问我们了 我们的心 在哪里 佛在哪里 心和佛 是一呢 还是二呢 那这里讲 不可谓一 不可谓二 不可谓一 那就是二 那心不是佛 佛不是心吗 不是 也不能说二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这里面呢 有禅胃 好好去禅 禅透了 在我们六根接触六成的时候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当下就见真心 见真佛 那么这是 把夫子这一章啊 论语提高到 一成原教佛法的高度 这是提升了 夫子的教诲了 好 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四章 子以四教 文行中信 这是讲 夫子的四门教育 文行中信 这四四科了 根据雪宫讲要 他引黄书 黄侃的论语书 说到 李冲曰 他又引李冲的话 其典类语语为之文 什么叫文呢 典类 经典里头 这些言词 这些义理 就叫文 孝替公墓为之行 行是行为 经典所在的 这些义理 你要落实到行为上 那叫孝替公墓 公是公敬 墓是和墓 为人臣 这种 中呢 是讲 做人臣子 要尽忠 以朋友交 这信 跟朋友交法 讲一个信 所以这里 行 是孝替 这个 后面又讲中信 孝替忠信 都是指行 是德行 八德里头 孝替忠信 礼仪廉耻 那么此四者 教之所先也 文行 忠信 那么 属于 教育 最基础的 最先要教的 故 以文发起蒙 蒙是 这个 同蒙 还没学 这个蒙 不一定是 就年龄上讲 是对小孩 当然小孩 也属于蒙 那现在我们 大人也没学过 也属于蒙 现在从头 开始学 怎么学 先学经典 学文 行以 及其德 学了之后 关键 要去立行了 就是修德 孝替忠信 礼仪廉耻 要落实 巴德 忠以立其结 这忠是忠心 你看 心上有个忠字 就是心 不偏 不倚 尽自己本分 诸子解释 忠字 叫尽己 智慧忠 就是尽心尽力 心 真诚 恭敬 这都是指忠 立其结 结是他的 节操 靠忠字 来立起来 行以全其忠 全其忠就是 保全 这个 所学的 所行的 忠义的 这些德行 一直 终身 不改变 这叫信 那么这样解释 文心中信 它是分开 四个方面 来讲 底下又引 王伯后 这是宋朝的 大辱 他占写了三字经 是王伯后 困学 记文 这是他的一篇著作 里面讲 四教 以文为先 自博而约 四科 以文为后 自本而末 这里 讲了四教 论语呢 后面呢 有一章 又讲到四科 四科是什么呢 第一是德行 第二是言语 第三是正式 第四是文学 这是孔门 四科教育的四个项目 它的排列 第一是排德行 第二言语 第三正式 正式是 你 学一门技 可以呀 为国家 为人民效力 最后才讲学文 所以文为后 那么四教是以文为先 你看 这个排列不一样 这个道理呢 是什么呢 讲四教 是自博而约 先广博 这文 是讲经典 经典里面所记载的 那是很广播的 慢慢的 这个收拢 把它概括 约就是 简约 所以 文 行 中信 讲到中信 就很简约 非常集中的 讲德行 你看 夫子 他强调 要成就圣人 基础就在中信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说实事之意 必有中信 如丘者 不如丘之 好学也 十家人 住在一起 这么一个社区 肯定能找到 像夫子一样 那么中信 那么中信的人 中信是品德 这是成圣人的基础 这根 根在中信 但是这个光有根还不够 还要加上好学 那其他人呢 没有孔子好学 所以没办法像孔子一样成为圣人 孔子成为圣人了 因为他有中信的根 而且能好学 好学学吗 学文嘛 学经典嘛 而且学了之后能行 所以文和行 是讲到好学 中信呢 是讲到德的根 这样我们就比较明了了 这是孔子四教 也就是要扎根教育 加上一门深入 要好学 我们恩师现在给我们的这个教育也是一样 首先扎根 扎德行的根 用三个根来扎 儒的根是地子规 道的根是太上感应片 佛的根是石上叶道经 这是什么呢 让我们成为一个中信之人 中信代表德行 当然里面也含有孝体 然后要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在经典上用功 这是文情 用功 重在落实 这就能够成就圣人了 那么这是讲四教 它这个排列方法 有它的道理 那后面四科讲的 以文为后 自本而末 本是根本 末是织末 就像一棵树 根本 它要深厚 织末才能繁茂 什么是根本 德行是根本 也就是说 那三个根 这三个根 也扎得牢 你这个树 才有繁茂的职业化过 我们恩师讲 如是道三家 有根本 也有织末 儒家根本在弟子规 织末呢 四书五经 十三经 这是织末 织末呢 是长在外面的 很容易看到 也很好看 但是呢 如果没有根本呢 那个织末不能长久 那是虚的 很快就死了 就像盆花 没有根的盆花 这个瓶花 插在这个玻璃瓶里头的 那是没有几天就枯萎了 所以必须要用本 才能够使织末 长久 本要是深厚 织末才繁茂 那道家 本 在于太上感人片 叫因果 那个织末呢 是道德经 道德经 长在上面 这个 佛家的根 是十三叶道经 是五计 然后上面的 才会有大成 佛法 那么两种说法 各有道理 侧重点不同 都讲得好 下面 又引 陈千祥 这是元朝初年的 丞相 他有一个四书便宜 这本书 他说 行为所行诸善总称 忠与信 特行众之两事 存忠信便是修行 修行 则存忠信在其中 他讲这个文行忠信 这个文是经典 那行呢 德行 行是个总称 所以文和行 这是一类 这都是总称 忠信是单列出来的 也是行 为什么呢 因为忠和信是行里面 最重要的 是存忠信呢 便是修行 修行 修什么呢 忠信而已 这个忠信呢 便是夫子 一以贯之之道 那么 能够把握住 这个忠信的纲礼 我们才能够修行 成就 修行 那存忠信也在其中 这是讲啊 文行忠信的解释 所以实际上 就是讲两个 文和行 中信是行的纲礼 那么文和行 要并重 地子规上 不立行 但学文 涨浮华 称何人 但立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所以文和行 要并重 文行 合一 知行 并进 这是王阳明先生 所提成 确实要这样 只学文 不立行 那不行 那只能是搞儒学 搞学术 可以 不能成为圣贤 如果不学文 只立行 那也不行 没有方向 忙修下练 所以 我们现在呢 学这个论语 要就是学文 但是同时要立行 所以我们的分享当中 也强调 立行 那我们真正要得到 论语的精髓 如果不去真干 那没办法得到 那么诸子急促里面呢 引了成子的话 成毅先生 他说 教人 以学文 修行 而存 忠信念 他把这四教 串起来讲 就很好 说 夫子教人 什么呢 以学文 和修行 而已 学文是解门 修行是行门 解行并重 清凉国师 在华言经 著书里面 他讲到 信解行政 这是修学的 四个方面呢 也是四教 那实际上 就是讲学文和修行 两个方面 信解是学文 学了文之后 你今天我们学了 就能信 能解了 理解 这个很重要 这是如同我们的眼目一样 我们有眼睛 看清方向 看清路了 然后呢 行政 这就是修行 行是修行 正是正果了 正果是 你走到目的地了 所以我们有眼睛 看路 两条腿 还得走路 只看不走 达不到目的地 如果只走不看 那很容易走歪 所以学文和修行并重 缺一不可的 那我们现在呢 学传统文化 就是用这个方法 着重在经典的研习 我们不是搞盲修侠恋 如果离开经典 自己在那里干 那是盲修侠恋 我们一定要以经典 但是呢 同时重一行 那么心存中心 中心本也 这是根本 所学的 所学的 所行的 都是中心的 展开 这是个根本 就像一棵树 那个根本在这里 它从这里 长出来的 这个树啊 这枝叶可以很防茂 但是都不离根本 那么这是讲到四教 这四教 跟后面讲到的四科 相对应啊 并不矛盾 虽然顺序 有调过来 这个文在四教里是第一 四科那个文是放最后 但是呢 这个侧重不一样 放在第一 说明学习经典的重要 不学经典 光在那行 行的最后啊 走偏路了 任己见魅力针 那么四科讲的那个文学 是我们所行的 要对照经典 各有侧重 那都很好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二十五章 子曰 子曰 圣人 五不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有恒者 此刻已 无而为柔 须而为盈 曰而为态 难乎有恒以 那么这一章 有两个子曰 有两个子曰 这两个子曰呢 在诸子极著里面呢 讲到说 诸曦 怀疑 这是眼闻 那这 这个后面第二个子曰啊 是多余的 啊 叫眼闻 这是他的看法 可是要根据啊 日本的汉学家 叫竹天光虹 他有一个论语啊 慧坚 这个经学家呢 是 这个幕府末期的经学家 是上一个世纪初的人 那么他认为呢 这 两个子曰啊 他不能够啊 这个 说没有意思 为什么呢 这应该是孔子 在两个时期 讲的 所以第二个子曰 不是眼闻 应该保留的 那么这个跟清朝 大儒 刘炳南 刘宝南啊 他的正义里面讲的 也是一致的 这两个子曰啊 他不是在 同一时期讲 所以有两个子曰 那么 陈述德 《论语集市》里面呢 这个 他还讲到 那么第二个子曰那段啊 在古本的论语里面 是另外单起一章的 是两章 那么这里何为一章来讲 实际上是两章 这也有他的道理 那么至于章节的分法 那也不一定 都是大同小异 我们也不必 争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都可以 并存 那么这里呢 我们把它 还是合成一章来讲 这里讲 子曰呢 圣人 五不得而见之矣 父子说 他没见到圣人 他只 能够见到君子 就觉得 不错 得见君子 则是可以了 根据啊 论语集中 集结 论语集结里面 这个是何彦的解释 圣人者 和平书集结约 和平书就是何彦 自评书 他说 集市 无明君 集市啊 痛 很心痛啊 这世上已经没有明君了 君师啊 包括天子 诸侯 这类都是君 那么 这世上没有明君 所以呢 他讲这个 圣人呢 是专指 天子 和诸侯 那没有圣人 就是因为没有 讲的就是没有明君 这是何彦集结里面的说法 那么黄坎的著书 和诸子的集注呢 他没有啊 专说 圣人啊 指这个 天子诸侯 圣人是泛指 正如孟子讲的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人都可以做圣人 这样讲 不拘一格 也是很好 那么 雪公啊 讲要呢 他做了一些考据 啊 他还是 觉得呢 这个圣人啊 这里呢 应该呢 把他 以地位 来 来讲 也就是说 圣人呢 还是指 这个 天子 诸侯 所以 孔老夫子 在这里讲 圣人 五不得 见之 甚至讲 没见到 当今世上 有 圣名的 天子 诸侯 那么 能 见到 君子 思可以 啊 那么 君子呢 就不是指 诸侯 以上 是 大夫 以下 的人 那么 孔子 他自己承认 见过君子 比如说呢 在 公也长篇 这个论语呀 公也长篇 第五篇 这就讲到 子见 子为子见 君子哉若人 鲁无君子者 思焉取思 所以说 子见呢 这是孔子的弟子 我们之前 有讲过这一章 夫子说 子见是个君子 那子见是鲁国人 说鲁国没有君子 那不是 不是的 因为子见就是一个 所以承认 子见是君子 另外呢 也讲到呢 重公 也是君子 所以君子 夫子也见过 但是圣人 没有见到 这里讲的圣人呢 是 天子诸侯 没有 明君了 那么至于说 底下讲的 善人 无不得而见之者 这个善人呢 根据 行禀的著书啊 说 君子 这个善人呢 就是君子的意思 所以他这个跟君子 一起讲法 这也是 可以 我们 接受 那么 善人呢 见不到了 得见有横者 是可以 那夫子又说 见不到善人 见一个 有横者 就是 就是有横心的人 也不错了 那么 行禀讲呢 善人是君子啊 这个跟前面的 那一句呢 好像有点矛盾 因为呢 夫子 见过君子 如果把善人呢 也当做君子讲 那 孔子说 善人 无不得而见之 这个就讲不通了 跟前面矛盾 所以善人呢 应该来讲 是 这个 跟君子 不同一类人 那么根据啊 和言极节 和平书 他说 为 圣人 君子 善人 至当时天子 诸侯而言 所以 这个孔子讲的 圣人也好 君子也好 善人也好 和言讲 这是专制天子和诸侯的 所以夫子说 都没见到 那么 这些先如讲的 这个说法呢 都有他的道理 我们 可以并存 那么 许功本人呢 比较赞同 和言的 讲法 是讲呢 这个 在天子 诸侯里头 见不到 圣人 君子 善人 那么我们来看 诸子 极柱的 想法 而圣人呢 神明不测之号 他讲的 圣人 是通知 真正 了达 宇宙人生 真相 这是神明 不测 是凡夫 没办法 猜测 没办法 去思量 他的境界 君子呢 是才德 出众之名 才和德 两方面呢 都超过一百人 张子曰 张子 是宋朝的理学家 张敬夫 张氏 他说 有横者 不二其心 就是他能够 专心一致 保持啊 他的 那个 志向的 这叫 有横的人 善人者呢 置于人而无恶 他能够立志啊 行人 他没有恶行 这种人就是善人 这些都是定义啊 那么 那么这就明白了 这个善人呢 他是置于人而无恶了 那他的境界 应该就比君子要高了 君子 他是 会有恶的时候 啊 只是君子能够啊 见贤 思其 见不贤 耳内自行 他能够不断改恶 修善 过者不 不单改 啊 能够不二过 他能做到这个 善人是 过时都改掉了 基本上啊 就是圣贤 啊 不是圣人呢 也是位大贤人 这 亡而为有 虚而为盈 悦而为态呢 这三者 皆虚夸之事 啊 这个无啊 无而为有啊 没有 就当做有来讲 啊 虚当做 赢 来讲 里头空虚啊 啊 还装得很饱满 约尔为态呢 约是 这个 简约那个意思 就是贫穷 态呢 是交态 贫穷反而显得 是装出个交态的样子 啊 交涉的样子 这是虚夸 华尔不适 所以凡若此者 必不能守其长野 这就不能有恒了 余位 这余是 朱熙朱子的 牵扯 啊 牵称 他认为呢 有恒者之于 圣人呢 高下 故玄绝以 然 未有不自有恒 而能至于圣者也 他说 虽然有恒的人 跟圣人比起来 还是差很多的 高下 玄绝啊 这个还是相差很远 但是呢 要 至于圣者 到圣人的 这个境界啊 必须要从 有恒开始 这是基础 啊 切而不舍 这最后 称 称为圣人 所以故 张末 深言 有恒之意 啊 所以这 这一章 最后是讲 无尔 为有 须尔为盈 于尔为泰 这是讲 有恒的意思 其世人 入德之门呢 这告诉大家呢 如何下手 可谓 深切而 注明 这就能够啊 更加 深切 让大家能体恤 如何下手 啊 就讲得很明白了 啊 那么 所以 他讲到 无尔为有 须尔为盈 悦尔为泰 这三者 如果须夸的话 就 难乎 有恒了 啊 这就不能够 有恒 这都是 劝勉我们 要有恒心 啊 不要 这个 华尔不实 啊 不要呢 勿须夸 啊 要务实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呢 偶遇大师 还有一段注解 我们就 明天 再来 学习讨论 好 讲得不特之处 请大家 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